全文一更到底 精彩故事现在开始 我误以为金圈公主是穷学生 出嫁五千一个月要包她 她每天都冷冷地看着我做妖 我不满意 还骂她敢给金主甩脸子 直到我爸妈带我去宴会相亲 她被众星捧月 而我爸妈对她点头哈腰 我惊恶得动弹不得 她在我耳边轻声道 胃口真大 你是想让我做三 我去我姐宿舍找她 结果她不在 一个身材玲珑 长得像妖精一般的美女给我开门 开门相风扑鼻 美女应该刚洗完澡 她随手拿着白毛巾擦头发 我感觉心跳加速 血气上涌 我对人一见钟情了 我恋爱了 那玉帽和毛巾我一看就是我姐的 我姐说他们宿舍三个人住 一个是金圈公主 人家根本不回来 实际只有她和一个田螺姑娘住 那家境平凡的田螺姑娘叫余又威 我按断了给我姐打电话的通话键 找谁 美女声音好听 果然 长得漂亮就是好 我找我姐顾婉珍 我说 然后我就钻了进去 她醋眉站在门边 她不在 我姐还说 余又威穷归穷自尊心很强 不过她妈妈最近生病了 余又威天天早出晚归去送外卖 攒她妈妈的医药费 我姐说她想借钱给余又威 余又威不要借来之时 我看她的目光顿时有些同情 我本来是找我姐的 但我现在找你 她把门关上 一边擦头发 一边又翻我姐的衣柜 找了个毛衫套身上 我觉得有点奇怪 为什么我姐说余又威自尊很强 却要用她的东西 我看着她的大长腿 咽了咽口水 她的声音传来 找我做什么 我说 你是不是缺钱 我给你 她转身疑惑地看着我 我心里飞快地算了算我的零花钱 我和我姐算是家里小富吧 但我爸妈没让我们像别家孩子那样 花钱大手大脚 每个月只给一万的生活费 我零花钱现在存的也就一点点 不过余又威这穷学生 估计也没见过钱 所以我说 我包养你 你别告诉我姐我每个月给你五千 听说你妈妈生病了 这次要多少 我先给你钱 从以后的生活费里面捡出来 说完我感觉挺不好意思的 不敢看她 第一次干这种事 我感觉手指都紧张地抖了 我听到她轻笑了一声 然后坐在我旁边的桌子上 居高临下地打量我 我感觉这样地位不太能凸显我处于强势地位 以及我的金主威严 小声道 我爸妈现在给我的零花钱不多 我已经给你一半了 要是以后他们给我多的 我再给你涨价 说完我真诚地看着她 行吗 问完这句话 我就想伤我自己 我现在是消费者呀 我这么卑微干嘛呢 不过没关系 人家唐玄宗还为了杨贵妃戏火戏诸侯呢 我现在为了个美女折腰 是应该的 再说了她要是遇到大款 人家出价肯定比我高 我经济没那么好 就给她提供点情绪价值 一只细长的手捏住我的下巴 她目光冷冰冰的 可能是我提到她家里穷 伤害了她的自尊 我怕她生气了想掐死了 所以双手不自觉地握住了她的手 我的手握住她的手时 我们俩因为肌肤的接触 身体都触电湿地抖了下 这就是爱情的荷尔蒙 我心潮澎湃 知道我是谁吗 你就想抱我 我点点头 我知道你是我姐的室友余又微 我还知道你妈妈生病了要花钱 我姐想借给你 你说不吃接来之时 你现在被我包了 就听我的话 给我服务 就不算接来之时 我们是双赢 她好像气笑了 伴上她松开我 我还有点舍不得 还拉着她的手 她的手好舒服啊 手指纤长白皙 触感温热 我一摸上去就舍不得撒手了 我原来觉得我是个乖宝宝 对身边的女的都不动心 原来我是平时不动心 一动心了就放浪的不是人 她推开我的手 定定地看着我 我感觉头皮发麻 看来这鱼又微真不好惹 我刚想说买卖不成人意在 求她千万别告诉我姐 不然我爸妈肯定会知道 然后扣我的零花钱 但她半赏才说行吧 但我们一起出了门 不她再和我再前 我爸妈明令禁止我谈恋爱 尽管我已经上了大学 但他们说会给我介绍对象 我自己找的都不靠谱 所以得瞒着点 我们先去商场吃饭 鱼又微是个有自尊的人 虽然我现在包养了她 但她看起来比我还有范 我觉得没了面子 进了包厢 我拿出手机 和她加了联系方式 看了眼她的手机 我倒要你还用最新款苹果呢 山寨的 难怪不得抵挡不住我的诱惑 她的头像是一只猫 猫头上还有她的一只手 她的手看起来挺养眼的 我问她 你妈要花多少 她端起水喝了一口 你看着点 我想了想 咬着手指纠结了一下 那我先给你五万行吗 她双手抱胸冷冰冰的审视我 我爱你打发叫花子 我皱了皱鼻子 你怎么说话呢 我现在是你的金主 叫花子还嫌冷饭馊 她似笑非笑的盯着我 我只能忍痛给她二十万 还说你现在是我的了 必须听我的话 我花了钱的 本来这个钱 是我准备和室友暑假出国玩的 现在只能回家骗我姐的钱了 收了钱 她才对我露了个笑脸 道 第一次包养啊 我点点头 又叮嘱道 别告诉我姐 不然我会被打死的 她点点头 那当然 你要是被打死了 我的饭碗岂不是没了 我带着胆子 伸手摸她放在桌子上的手 她一动不动 一脸淡定地看着我胆小猥琐的动作 我就跟古代那些 带着啤酒毒药占姑娘便宜的猥琐老头似的 见她不反抗 我心里挺高兴 觉得这钱花的也值得 摸了两下 服务生推了菜进来 我赶紧把手伸了回去 吃了饭我拉着她去看电影 这次我终于正大光明地和她食指相扣 金钱的力量就是好啊 如果我看上了于又威 走正常流程追她 那势必要搞一出校园青春片 类似于 是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富家公子追穷姑娘 然后穷姑娘刚开始不同意 被富家公子感动 然后在一起 又被富家公子的父母 或者穷姑娘的妈妈拆散 至少要经历好几个月 中间还要被虐 我才能摸到她的手 但现在不同 我直接用钱搞定了 我们见第一次 我就搞定了吃饭摸手看电影 从商场出来我得回学校了 下午没课 但大意心生每晚都要玩自习 我看看于又威 有点舍不得 我对她说你别去打工了 那种地方又不安全 又耽误你学习 你还不如好好把成绩提上去 拿奖学金呢 她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也不回应 我掐了她一下 装什么装我和你说话呢 哦知道了她懒洋洋道 我们两走再回学校的分岔路口 我说那我回去了 她嗡了一声 我不满意了 我刚给你花了钱 你得哄我高兴 她摸了摸口袋对我道 给我买杯奶茶忘带钱了 我真想抽她 你都这么穷了 还买奶茶 不准喝会跑 再和我扣你钱 我真想揪住她的耳朵 狠狠教训她一通 好吧金主我送你回学校 我的金丝却对我很冷淡 我该怎么办 我用这个问题 去某度某呼某音 某书搜了一遍 没有好的办法 包养了余又威两个周 我叫她出去吃饭叫了 十次她只出来了三趟 而且每次吃完饭 她就要走说她很忙 我感觉自己遭遇了诈骗 并且不能求助爸妈 姐姐老是同学 只能打碎了牙齿 自己往心里咽 正当我感觉自己人财两空时 爸妈给我和我姐 在学校附近一人买了一套房 因为我姐回家 吵说余又威晚上回来太晚 吵得她睡不着觉 两人还因为这个发生了争执 我拿筷子的手紧了紧 脱口而出那她没事吧 我姐不满意地瞪着我 她是你姐 还是我是你姐 怪不得余又威对我很冷淡 肯定是因为她又去打工了 估计我给她的钱 就够交个医药费 而且她和我姐打架 肯定迁怒了我 我暗暗决定 好好哄哄她脆弱的心灵 毕竟她一个人来这里上学 六亲无故 还要承担生活的重担 得多么辛苦啊 所以我爸妈 给我和我姐买了房以后 我直接把余又威喊出来 带她去我那里 我开了门 都是精装修 家具什么的 都是上一任房主 没怎么用过的 因为人家移民国外 就卖了 幸好我和我姐的 不在一个小区 我把一把钥匙 郑重其事地 交到了余又威手上 她扫了一眼空旷的客厅 端的是一副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移的样子 只挑了下没问我 又送我的 我激动的心 顿时愣住了 要要送你吗 我还没那么大方 我只是让她住这里 以后再也不用受气了 那你什么意思 还给我钥匙 我摸摸鼻子 我听我姐说 你回去的晚 吵到她睡觉 你们还打架了 你住这里 以后就不用受我姐的脸色了 而且谁知道 她是不是背着我 还有别的金主啊 我得看着她 我继续小声道 再说了咱们都在一起那么久了 你只让看不让吃 我感觉自己被猎物盯住了 又不想做出个怂样子 只能也瞪着她 然后她柔软的唇 就碰到了我的唇 幸好我出门找她钱 刷牙了 我喜滋滋的想 然后她睁眼 醋没到闭眼接吻都不会 这要男生主动的 我瞬间感觉自己被看扁了 然后莽撞的去回吻她 等结束的时候 她擦了她嘴角的血迹 顾无言 你真是属狗的 我哼了一声 谁让你看不起我 她好像气笑了 我也有点尴尬 她又摸摸我的脑袋 我瞬间感觉自己被顺茅庐了 开始和她规划 未来的生活 我说以后你别打工了 就在这里陪我谈恋爱 我再从我的生活费里 赢两千给你吧 我终于体验到了古代皇帝 给后宫家里敬畏份的感觉 她姿态慵懒地坐在沙发上 我继续道 你以后除了上课 就回这里等着我回来 知道吗那你呢 我虽然想时时刻刻和她黏在一起 但我不能表现出来 不然她以后肯定会拿捏我 做翻天的 而且我现在每个月只有 三千的生活费了 我没啥可以给她的了 经不起她做 正因为我的贫穷 而变得岌岌可危的关系啊 我当然没什么事 也会回来陪你 不过我有时候要回家应付我爸妈 他们管我比较严格 周末我得回家 平时住学校就可以出来和她鬼混 我觉得自己聪明绝顶 迫不及待想要感受一下 幸福的同居生活 我踢了她一下 到你现在去给我做饭 我不会不准说不会 不会就去学以后在我面前 你必须说我会学知道吗 她目光冷冰冰地看着我 我毫不气弱地回瞪她 你不会那你等着我伺候你呢 我也不会 你现在去给我做饭 反了你了 半上她好像深呼吸了一下 然后拿着手机转身去了厨房 我躺沙发上 然后打开电视 开始看了起来 生活多美好啊 我想起我室友背包 每个月都能拿好多钱 而且还会有礼物送 我对于又威确实小气了一点 所以她不听话是正常的 但我不是肥头大耳的金主 我是一个青春活力无限的大学生 所以我觉得于又威没有吃大亏 宽慰好了自己 我就安心等着她给我做饭 于又威果然不会做饭 我都买了只要煎一下的牛排 她也能煎糊了一面 想到她可能原来穷 没见过牛排这种东西 我只能作罢 饭后她把碗一放 就要去沙发那里坐着 拿出手机开始看 我一把抽了她的手机 我早就想说你了 你整天都看手机 手机比我好看了 不准看去洗碗 说着我就要查查她的手机 但是黑屏了 我把手机给她倒 解开我要查档了 她又气笑了 你信不信我告诉你姐 我瞬间为敏了 瞪着她你是小孩子吗 还告诉家长 她抽回手机 你是小孩子吗 还怕家长 她去厨房我跟她身后 狡辩到谁说我怕 我没怕她把碗放下 到我做了饭 你洗碗不让我现在告诉你姐 我瞪着她 别忘了谁给你的钱 她挑了下眉 拿出手机准备打电话 扶了你了我洗碗 不是因为我怕你告诉我姐 是因为我心疼你 不想你那么累 宝贝她捏捏我的脸 你还真是个活宝啊 我洗了碗出去时 她正在打电话 对方不知道说了什么 她懒洋洋的回 现在没空 陪个小朋友玩吧 改天我想去抽她手机 看看谁 结果她一个眼神制止我 和我爸似的 还挺有慰言 我只能恨恨回了房间 谁是小朋友 感觉身上沾了点厨房的油烟味 我赶紧去洗了个澡 出来时她正一门看着我 吊耳郎当的样子 这么急都开始洗澡了 我脸色瞬间爆红 我带她来这里 肯定是那个意思 不然我花了那么多钱 只看不吃那我多亏啊 而且总感觉 我的第一次要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我就挺喜欢于又威的 虽然她穷 但她清高啊 我哼了一声 把窗帘拉上了 到老子今天就让你看看 我是不是小朋友 和于又威开始了 没羞没臊的同居生活后 我感觉生活太美好了 虽然于又威这只金丝雀 总是不太听话 有时候还让我干家务 打下手 不是一只合格的金丝雀 在床上也不太听我的指挥 有点要造反的趋势 但总体来说 还是物超所值 我整天都如沐春风 恨不得天天和她黏在家里 一起吃饭 看电影 然后滚床上去 直到暑假来临 鄙视我们俩正是闲者时间 她拿出她手机来瞧 我躺沙发在打游戏 时不时摸摸她的腰 我应该去哪里 要她还知道问我了 那当然是留在这里陪我了 我会偷偷溜出来看你的 她有点鄙夷的看我一眼 问你暑假在家里做什么 我叹了口气 没上大学之前 暑假都是补课 那可是补生补死啊 不然我这么肥 也考不上全国知名学府 现在暑假我妈说了 要带我开始去相亲 就是要相亲一个门当户对的男的 然后谈谈恋爱 这些都不能告诉她 我孽如道 就不干什么呀 还不是在家躺着 我感觉有点心虚 有点对不起于又微 因为今晚我妈就要带我去一个宴会 据说很多权贵名流都会去 她还给我置办了一身几百万的行头 她的目光从手机上落开 审视地盯着我 你做了什么心虚的事 我刚想让她认清自己的身份 别过问我的事 我妈的电话就来了 我不敢耽误 冲她嘘了一声 接通了我妈的电话 吴言 你死哪里去了 还不赶紧回来做头发 造型师都到家里了 我慌慌张张的硬了 赶紧穿衣服走人 临走前我对她道 乖乖在家等我 回家时已经下午三点过了 弄好了造型什么的 我才跟着我爸妈还有姐姐出门 我妈一路都在和我说 哪几家的公主是单身 也有相亲的意向 让我多看看 我想给于又微发个消息 但我也不敢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发 有次我差点露线 我姐说我对着手机笑得一脸猥琐 问我是不是恋爱了 我妈说完了 我爸对我姐道 你平时多和那位公主搞好关系 咱们家这次要不是她提醒 血本都要亏进去 我姐道 问不过她不怎么来学校 除了上次打篮球有点交集 后来接触也不多 今晚听说她也会去 我到时候和她打声招呼 我妈道 对对对去混个鼠脸 我姐盯着我道 顾无言 你这个眼狗 可别谁都喜欢 那位长得挺好看的 但咱们家攀不上 你可别被闪了眼睛 我恨恨瞪她 你瞧不起谁呢你 进了宴会厅 我感觉自己眼花缭乱了 在场还有好几个 我很喜欢的风头正盛的女明星 我爸妈带着我和我姐 在里面寒暄了一会儿 突然 宴会厅响起了一阵 嘻嘻嘟嘟的躁动 好多人说那位来了 那位是哪位 我妈正带着我和赵太太家的公主相亲 闻言 他们停止了交谈的话语 都朝那边看去 赵公子轻声在我耳边道 柳家的那位 听说也会来 在京城 就一家姓柳 且如雷贯儿 我也跟着大家看稀奇 但见众星捧月中 一个很是高挑的美女 本该在家里等我的余佑威 被人簇拥着过来 她也看到了我 以及我身边的人 我感觉自己血液都停止了流动 浑身僵硬的厉害 没一会儿 她过来了 我爸妈和姐姐 还有赵家的人 都热情至极 好像和她是生死之交 寒暄了几句 她问我爸妈 要你们两家是在 我妈不好意思的 让小孩子们认识认识 说着我妈就介绍我 这是我儿子无言在Q大毒大一 那就是相亲了 她得出结论 我原来怎么没发现 她这么说话 其实有种不变喜怒的感觉了 我总觉得她在给我装 给我端着 我还挺不满意 觉得我才是金主 她凭什么高高在上 我感觉我想死的心都有了 面前突然出现一只手 伴随着她一如既往 侵略中带着懒散的声音道 你好 我是柳如烟 我听我姐说过 公主小时候像男孩 所以取了个比较妖气的名字 大师说这样好养活 我还在发呆 我姐推了我一下 还掐了我一把 我忙把手伸了过去 握住了她的手 谁能想到 我们两中午还水乳交融 晚上在这里好像是第一次认识呢 这时宴会听得灯关了好些 舞曲响起 好多人在宴会中间开始跳舞 我被她一个用力 扯了出去 然后就跟着她的脚步 进入了五流 她拉走我之前 还礼貌地对我爸妈说 先借用我一下 我浑身僵硬地跟着她走 她让我拦着她的腰 一个下午不见 你哑巴了 我不知道说什么 要不要现在跪下求劳啊 顾无言 我还没问你呢 你来这里相亲 那我怎么办 她靠近我耳边 声音很轻又很温柔 说出来的话却让我胆战心惊 你是不是胃口太大 还想让我做三啊 我姐原来在家里说过 得罪太子爷的人 都没好下场 轻则破产重则家破人亡 女女侠有话好好说 我都可以道歉 我结结巴巴地说 她姿态甚是优先地随我转了圈 问道歉 不是应该我道歉吗 我没老实在家等你 你是金主 你不是要生气的吗 我小心翼瞄了她一眼 要不是在场那么多人 我真的能当场山自己给她赔罪 怪我有眼不识泰山 认错了人 柳柳小姐 你大人有大量 放屁一样放了我吧 千万别为难我家里人 他们都不知道我做的混蛋事 你也知道的 我很害怕他们知道 什么情爱啊 在巨大的风险面前 都不重要了 我姐比我大两岁 我读高中的时候 她回家说学校有个公主 得罪了柳如烟 那时大家不知道她身份 只觉得她家里有钱 非富即贵 那个公主平时嚣张惯了 非要和人比一下 而且那公主追的一个男生 好像喜欢柳如烟 那公子姐就找人要教训一下她 结果不仅那公主自己被打得半死 更可怕的是 她家里人给柳家赔罪 但依然改变不了生意全面平板 很快被查出违法犯罪的事 一家子人进去了好几个 全部销声匿迹了 我家里要是因为我干的蠢事 被牵连 那我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古语说半君如半虎 就是这么危险 我们家的家底 可能比外人富一点 但在权贵面前 完全经不起任何折腾 她错没看我一眼 怕成这样 能不怕吗 我爸妈从小教育我们 想要家族得到发展 所有人都必须心往一处使劲 不能做任何有损家族利益的事 所以我和我姐都会欣然接受联姻 绝对不会叛逆到要追求什么真爱 即使我想完了 那也是扎得明明白白 但我没想到 我扎错了人 我冲她勉强笑笑 异曲终了 她松开我的手 然后她走向我爸妈那边 我胆战心惊跟在她身后 柳如烟和我爸还有姐姐说话 我就是个耸包 但是感觉 柳如烟应该没生气 毕竟她对我爸还有姐姐 还算有点礼貌和热情 而且在车上 姐姐也说她提醒过我们家 不要投资什么东西 结果那个果然爆雷了 想到这里 我心里安定了几分 接下来 我妈又带我去见了几个人 但我全程都魂不守舍 因为虽然不知道柳如烟是什么意思 但我现在这个行为 就是明晃晃给她戴绿帽啊 可能看出我被吓破了的 我妈没带我多留 让我去会客室休息 等我爸忙完了 我们全家又一起回家了 回了家我姐问我 她和你说什么了 你们认识 我赶紧摇摇头 我不认识 就是因为你说她很厉害 我怕得罪她 才这么害怕的 我姐有点恨我不争气的样子 就这么点胆子 我妈给我端了杯牛奶进来 得了 她从小就这样 我确实胆子不够大 小时候我不想写作业 花了五块钱让同学帮我写 结果被我妈一看作业本 就立刻不打自招 还上交了违法所得 在家里他们三个都很强势 强势的爸妈养出了 强势的姐姐和废物的我 我躺下以后 一个名叫金丝雀的微信名 给我发信息了 在哪里 现在出来我接你 我吓得一下子坐了起来 去把门反锁了 才偷摸躲进卫生间 小心回她我在家 毕指她回得很快 我在纠结 要不要直接和她说分手 还准备把我爸妈 给我买的那套房子 给她赔罪算了 她这盘菜 我是不敢吃了 我只想供起来 天天烧香拜佛 要是被我爸妈知道 我居然敢去包养女人 还惹到一尊大佛 肯定会打死我 还会断了我的零花钱 好 现在知道了 人家就是天生富贵 不想和我这种烦人 多浪费口舌 算了 还是当面说 探探她的口风好了 我报了地址 她说等她半小时 我赶紧去换了衣服 又仔细听了听外面的动静 看到家门口不远处 停着她的车 我才想起那些细节 她穿的衣服 都没有什么牌子 我以为是去农贸市场买的 还觉得她挺有品味 地摊货穿出了 高级定制的感觉 果然长得漂亮 是行走的衣架子 可能是我想多了 她根本就是私人定制的 还有她经常看起来挺忙的 给她打电话的朋友很多 我还以为是找她出去兼职 什么端盘子卖酒水什么的 现在看来 估计是人家的朋友圈 约她出去玩 我还天天搁那里当个跳梁小丑 她一不听话 我就说我是她金主 她在伺候我 现在看来她没抽我 真是脾气太好 偷偷摸摸看什么 她一边开车 一边目不斜视地问我 我搅着手指问 去哪里啊回家 她冷冰冰吐出两个字 看得出来有点生气 她一开始就知道我认错了人 却故意不说我有错 她就清白无辜吗 而且我又不是白嫖 心里有了点底气 然后跟着她回了我们两同居的家 她脱了衣服外套 对我说 我去洗澡 哦我立刻回神 主动去把她睡衣拿出来了 要搁原来我才不会 她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我讨好的笑笑 她摇摇头去了 真是漫长15分钟 期间我还给她泡了杯蜂蜜水 她出来了一边擦头发 一边对我道 说说把姿态懒散 但是态度强势 我好像被审问的犯人 我咽了咽口水 努力把视线 从她曼妙的身材上一开 对上她寒谈湿的眼睛 我又不敢看只能道 对不起 她把毛巾往旁边一扔 问对不起什么 展开讲讲 我只能如实认错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不是余又威 我以为你是余又威 才想帮助你给你钱的 她挑了下眉 你的意思 是我比不上余又威 是吧 我瞪大了眼睛 赶紧摇摇头 不是不是不是 如果知道你这么金鬼 我怎么敢亵渎您呢 我小声解释了一句 瞟了她一眼 又低着头认错 她点了根烟 咔嚓的打火机响声 害得心脏砰砰跳 我原来还大言不惭的 骂她说女人抽烟臭死了 迟早得费病 还自私自利 让我吸二手烟 那时我就把她的烟 抢了扔垃圾桶 别说 人有权势和没权势 区别就是很大 原来她看死人一样的目光看我 我就不怕 我还敢瞪她 去捏她的脸 问她是不是要造反 现在她就是坐在那里 一句话不说 继续 我咽了咽口水 对不起我不该背着你去相亲 她来了兴趣 身体都往轻 更靠近我了 还捏着我的下巴 迫使我看着她的眼睛 她问我 我就奇怪了 你和我在一起 又去相亲 是想学那些花花公子 家里红旗不倒 外面采旗飘飘 你想让我给你做三啊 她脸上挂着笑 眼睛里却是一片冰冷 原来以为她是鱼又微的时候 我都不敢让她知道我去相亲 更别说她是柳如烟了 我结结巴巴道 不敢不敢 我眼珠子乱转 我根本没想过以后 反正路都是家里安排好的 他们吃的盐比我吃的米还多 我根本用不着操心 就算我真的闯祸了 他们也能给我摆平 前提是我以为眼前的人是鱼又微 他嘖嘖两声 放开我你很害怕我 就算他不是柳如烟 是鱼又微 知道我去相亲 也不会给我好脸 如前所述 他爱端着清高着呢 受委屈的是你 感觉这么难过 他谈了谈烟灰 那我这个受害者怎么办 要不要跳楼 我擦擦眼泪 哽咽地问 要是跳楼 你才能不生气 那我能从二楼跳吗 太高了我害怕 他看着我 半天没说话 两久 他叹了口气 问你小时候去测过智商吗 不知道为什么 他要突然转到这个话题 我只能接话没测过 半天我问 你能原谅我吗 原谅你什么 原谅我不自量力包养你 还那么便宜的价格 原谅我背着你去相亲 那你怎么赔礼道歉 我吸了吸鼻子 把我早就准备好的银行卡拿出来 这里面是我的全部积蓄 这个房子也给你了 我又小心翼翼加了一句 行吗 我终于明白富人为什么更富了 因为我这样的睁眼下 撞到了人家 这一波赔礼道歉 八位数就赔进去了 里面多少 他捏着那张银行卡 笑着问 我说了个数字 他笑了 笑得叹为观止 你你还真是一毛不拔呀 一个月给我5000米打了叫花子 不是5000是7000 我纠正他 后来因为他做 我又涨价了 正说着我的电话响了 我姐打来的 我吓了一跳 条件反射地叙了一声 让他别说话 想起他今时不同往日 又尴尬不已 只好接了我姐的电话 开门 我走之前把我房间门反锁了 营造一种我在里面睡觉的错觉 我假装睡眼惺忪 姐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我都睡了 我在某某小区你家门外 我惊恐地睁大眼 然后电话挂了 怎么办 我姐在外面 柳如烟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我感觉真是自觉坟墓 跟柳如烟比起来 我还是和我姐更亲 算了 我和她认错 让她帮我想想 怎么赔礼道歉吧 我准备硬着头皮去开门 手腕却被柳如烟握住了 你怎么和她解释我们的关系 我说我赌博欠了你的钱 行吗 她没什么表情地看着我 我姐一脸寒霜地进来 手里还拎着高尔夫球棍 一进门就到 叫那个死女人给我滚出来 敢打我弟弟的主意 我看她是活腻了 我吓得贴紧墙壁站着 恨不得和墙壁融为一体 我至今还记得我从小读书 但凡有人欺负我 我姐就会把对方打得满地找牙的 可怕又安全的场景 这也是造就我窝囊性格的原因之一 姐姐你先冷静 这次可可能打不过 三个字我还没说完 柳如烟已经穿好了衣服 从卧室出来 她手上还夹着烟 冲我姐淡淡抱 你找我 我姐实话了 半个钟以后 柳如烟闲暇暇地坐在沙发上 笑容和煦 她对我爸妈说叔叔阿姨做呀 是的我姐实话之后 我立刻小声把事情原委说了一遍 她的眼神把我千刀万剐 然后和柳如烟赔罪 柳如烟什么都不说 只挂着假笑 然后我姐就把我爸妈也叫了过来 我爸妈擦了汗 冲她赔礼道歉 柳如烟这才给了的好脸 还让我爸妈做 她说怪我和我无言谈恋爱 还让她这么没安全感 背着我出去相亲 我垂着脑袋 站在一边 仿佛被老师请家长即将被处死刑的学生 我爸立刻道歉 怪我们怪我们 平时没把她交好 什么都不懂 做事不靠谱给您道歉 刘小姐 她不懂事 您别和她一般见识 只要有什么事我能办到的 您吩咐我一定万死不辞 叔叔 我是晚辈 这么说折杀我了 我和无言是真心相爱的 我还以为她是被逼无奈才要去相亲的呢 我没有 没人逼我 我赶紧说 要找茬找我一个人就行了 我可不向我爸妈受罪 我妈立声骂我 没人问你你现在闭嘴 我只好闭嘴 柳如烟这才到 没事怪我之前没给无言安全感 希望我以后对她好点 她能安分守己 什么安分守己 是啊是啊 她以后绝对不会去相亲了 我爸妈陪着笑 然后柳如烟就说 不早了 叔叔阿姨要不就在这里睡 我爸妈连忙告辞 还带走了我姐 柳如烟也回了房间 我看着空了的客厅 一时迷茫 柳如烟究竟想干什么 手机里我姐给我发了信息 让我别得罪柳如烟 明天再找我 我心里一紧 怕她揍我 也怕被骂 我小心翼翼回了房间 柳如烟已经睡了 我看得出来 她现在还没消气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于又为我搞不定 柳如烟我更搞不定 也搞不懂 过来她闭着眼睛 对我说我愣了下 小声说对不起 昏暗的毕灯照得 她的轮廓愈发神秘 我心里一酸 我真的很喜欢她 毕竟我是个眼狗 可是她要是柳如烟 我以后肯定不能喜欢她了 虽然她是于又为 我们没有将来 但她要是柳如烟 我们更没有将来 她睁开眼睛 把我拉进了怀里 你怎么永远抓不住重点 因为我语文成绩不行 我说 阅读理解总是得不到分 你给我一个标准答案 我以后照着呗 行吗 我抱住她纤细的腰 我以后都听话 你说冬 我绝对不往心 她闷笑起来 那不是委屈了你 金主 别埋怀我了 我苦着连我爸妈 要骂死我的 我姐也是这件事 从一开始就是错误 我那天就去 不该心血来潮 去找我姐 我也不该见色起义 说要包养柳如烟 细数从我和她开始到现在 我感觉我吃亏了很多 而且她现在 也没有说分手的意思 那我继续和她在一起 我就要夹起尾巴做人 处处伺候她 将就她肯定是我吃亏 但我现在也不敢说分手 因为我去相亲 相当于欺骗 她已经生气了 我不敢火上浇油 而且她逼迫我爸妈过来 我爸妈做出了那种保证 那岂不是以后我们的关系 都是她说了算 她不会想报复我 然后让我做她的三把 怀着这个可怕的想法 我在她温暖的拥抱里 陷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早 柳如烟居然还是和原来一样 做了早餐 虽然她的早餐很简单 达不到我的标准 但她现在身份不一样了 我还是诚惶诚恐 暗恨自己没有早点起来讨好她 还睡得跟死猪一样 吃了早饭 她出门了我也不敢问她去干嘛 我还在慢吞吞吃早饭 我姐的信息就过来了 让我得空了回家 回家后 我爸妈和姐严正以待坐在客厅 等着审判我 我垂着脑袋 把事情又说了一遍 我现在是偷鸡不成18米 柳如烟还把我的存款都收走了 她这种人能富起来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她多谈几个我这样的 上一身家轻而易举 他们让我静观其变 柳如烟说什么就是什么 她要维持原状 就别开口得罪她 她要分手我就麻里滚蛋 进入了考试院 就是痛苦的期末考 虽然痛苦 但让我暂时能从金丝雀 变成了金圈公主的打击中解脱出来 而且我每天都说 自己要在图书馆复习备备考 天天回去的很晚 和柳如烟相处的时间大大减少 实在是妙哉妙哉 虽然我还是很怀念 原来我们两窝在家里 我一直坐腰 让她坐着坐那 和她黏黏呼呼腻在一起的日子 但我预感 那将永远成为回忆 柳如烟也挺忙的 听我姐说 她不仅要忙学校的期末考 还要忙公司的事 那我原来黏着她 真是太不懂事了 搞完了期末考试 闲闲没有挂科 我心里高兴困难 都是一个一个客服的 学校正式放假以后 我就开始纠结 那我暑假应该是回我爸妈家 还是去和柳如烟住的地方 两个地方各有利弊 我刚迷茫时 面前就停了一辆车 是原来相亲过的那个赵兰 她说她才我考试完了 所以过来请我吃饭 庆祝我解脱 我看着她很热情的样子 也不好拒绝 毕竟大家将来可能是一个圈子 再说了 如果和柳如烟分手 那我也能多个选择 柳如烟不在的时候 我还是很大胆的 于是我们两有说有笑的 去饭店吃饭 和柳如烟的冷淡不同 赵兰风趣幽默 我发现我还是见识的太少了 世界上的女人类型很多 我目前只深度接触过柳如烟 我觉得自己很迷她那种 高高在上的冷淡风 没准 给我一个阳光开朗大眉睫 我照样被迷得五迷三道 我深深觉得 我应该多多长长见识 如果和柳如烟分手 我也不相亲了 我要一直谈恋爱 极其998是一种女人类型 最好做个相册 然后归那总结的那种 肯定很有成就感 就跟我原来收集植物标本似的 正当我美滋滋地畅想未来时 赵兰已经惊讶起身 颇为客气叫道 柳小姐这要巧 我惊讶回头 就看到柳如烟正冰冷地看着我 也没有管赵兰伸出的手 赵兰看看我 又看看柳如烟 很快脚底抹油跑了 她沉着脸 坐在我对面 开口你在做什么 和朋友吃饭 我小声解释 是遇上碰到的 她说一起吃个饭 我觉得拒绝不太好意思 所以就来了 我没别的意思 她冷冷地勾起唇角 你觉得我信吗 我觉得你不太信任我 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但我肯定不敢得罪你 我爸妈还保证我 我会好好和你在一起 我不知道你这么防着我有什么意思 说完 我小心翼翼地补充了一句 我很老实 是个正经男孩 在你之前 我根本没谈过恋爱 反倒是你 你肯定不是我的初恋吧 那不是我应该更担心吗 知道你心虚的时候有什么特征吗 她盯着我 就是话特别多 那也没有啊 上次你抓到我相亲 我就没有话多 因为你不确定我会不会牵弄你的家人 她说的我无言以对 只能很耸地道歉 对不起 我以后不和异性吃饭 要是和异性吃饭 提前和你报备 行吗 她很高傲地点点头 恐怖如斯 半君如半虎 我暑假的时候 谁家都没回 去了柳如烟的大平层公寓 因为公寓里 她上班的地方很近 她住那里比较方便 而且她开始带着我出席 她的商业聚会 还把我介绍给别人 我爸妈觉得 她可能是认真的和我谈 也可能是认真的和我玩玩 叫我别高兴太早 我姐叫我千万别爱上柳如烟 不然将来被甩了 肯定会要生要死 我觉得我姐想多了 我一个经历过高考千锤百炼的人 怎么可能栽在恋爱里面 胆战心惊了一段时间 我发现和她相处 可原来没什么区别 主要她耍我事与又威的时候 就很懊叫她做什么 她也会讨价还价 不会让我摆布 和现在做柳如烟没什么区别 区别就是我现在不敢使唤她了 看电视想喝水 想拿什么东西 想吃什么水果 都自己动手 从一个巨婴变成了一个独立男性 能不能伺候我 全看她的心情 有天她下午回来 我还在睡觉 因为我头天晚上 偷摸完手机到凌晨才睡 佣人来做了晚饭 她问我 你今天干嘛了 我咬着筷子 犹豫地问 我没出门啊 我睡觉了 睡了一天 谁都没联系 总不能有错吧 和她在一起还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管我睡到多晚 她都不会说我 在我家里 我爸妈固执地认为我不吃早饭 对身体不好 所以我睡懒觉一定会被打扰 还会被骂 说完我就幸福地加起一筷子三文鱼 三文鱼我的最爱 你暑假就准备这么过了 我敲咪咪看她一眼 我本来打算出国玩的 但是现在没钱了 我室友他们已经飞欧洲了 现在我爸妈不给我零花钱 只给我饭卡里充了几万块 说我吃饭就去学校吃 什么都能吃 免得我有点钱就出去包养人 柳如烟把我的钱没收了 说她帮我打理 要花钱找她要 那你明天跟我去上班 等我休假了 我们一起去旅游 我直指自己 想反驳 又反驳不了 只能作罢 我的生活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真是一条废物 原来小学初中高中 人生路线被安排好了 闭着眼睛走 现在也是 柳如烟现在居然只是一个部门副组 我还以为她这种人 要空降成总裁呢 她还真的挺忙的 在工作中又换了负面孔 更冷 更讲究效率 妈呀 看她这个雷厉风行的样子 我怀疑她怎么忍受我这个废物 在她身边这么久的 我被安排在了秘书处实习 干些上船下达端茶送水的活 然后老董事长就单独叫我进去 说要和我谈话 我赶紧给柳如烟发信息 上次承诺了 结果她淡定的回 好好表现 我一头雾水 结果董事长是她二叔 她就是问问我家里情况 还说柳如烟欺负我了 告诉她她帮我教训柳如烟 还说周末请我家里人一起吃饭 这进度怎么都见家长了 下午给我妈打电话 说了这件事 我妈开车过来找我 拉我到楼下咖啡厅说话 我妈沉默了一下 问我你喜欢她吗 我感动了 她居然问我喜欢不喜欢 我妈可是从来都很强势 她觉得好的 我就必须接受 她觉得不行的 她又道 算了如果能攀上柳家 你不喜欢也得喜欢 何况这是你自己作孽招回来的 怎么这也得给我演全货了 我收回感动的眼泪 心不在焉的听她分析利比 柳如烟还是很够意思 我家现在的生意被她照着了 我爸的公司顺踪顺水 但坏处就是高曲态度 感觉像坠雪 我要被欺负了 那就没得办法报复 可能我姐既不敢打柳如烟 也打不过 说实话我还没想过 我能和柳如烟这种大美女 有明确的未来的 把我激动坏了 高领之花 有高领之花的妙处啊 就喜欢她的高冷酷酷 不爱理人的发 我对她的态度自然多了 立刻回到了原来的状态 晚上我让她给我按按肩膀 原来她是鱼又微的时候 我没少威胁她帮我按 但她现在看我一眼 自己的是自己做 不行 我立刻抓住她的杂志扔一边 瞪着她 快点给我按不然我抽你 她似笑非笑 怎么 见了我二叔一趟 打肥了 我得意的笑了 那当然 既然咱们都要见家长结婚了 那我还怕个毛线呀 你就是我女朋友 我使唤你是应该的 她笑着摇摇头 所以你原来是觉得 我们一定没未来 我点点头 那你想的挺开的 前后和你认为没未来的女人 同居那么久 这话说的 我一时不知道她在夸我 还是在骂我 横竖我的眼光是不会错的 那不都是你吗 她拿起我的手 我还以为准备给我按摩呢 结果她给我套了个戒指 以后不准摘下来 我呆呆看着她 又看看手上的大钻剑 乖乖点头她笑了 看到冰山真心实意的笑 还是很不容易的 平时要么就是冷笑 要么就是假笑 真想把她现在的样子记录下来 那天我和她在床上聊了好久 其实柳如烟很少回宿舍 不过要是学校有课 她有时候也会宿舍睡个午觉 那天她和同学约了逛街 结果一个不长眼的 把一杯奶茶泼在衣服上 我姐说把她的衣服借她穿 让她自己拿 结果她刚洗完澡出来 就看到个长得很秀气的小帅哥 来找顾婉珍 她说 我看她的时候 眼睛亮晶晶的 很是痴迷 又比别的男人看起来干净单纯不少 是的 她以为她是个乖乖仔 结果我理直气壮说要包养她 一个月给五千 我居然还觉得自己很大方 她把这件事说给她的死党了听 那群人都笑疯了 说她不值钱了 好歹还是美女啊 她鬼使神差答应 就想看看她知道真相后 她的表情 她每天静静地看着她做妖 大言不惭地约她吃饭 心有怨念地说她只给看不给诗 还骂她不识相 一点不会伺候金主 她真想抽我 我姐原来还在他们一帮人面前说过 她弟弟很乖巧 除了有些懒 没别的毛病 她慢慢发现和我在一起也挺有意思的 又怂又要嚣张一下 天天想骑在她头上 一对我释放威压 我就怂 一说要告诉我姐 我就妥协求饶 真是 实相的一把好手 原来她也谈过男朋友 谈了一个月 就觉得没意思 太讨好她了 太将就她了 不是不好 就是没感觉是谈恋爱 感觉找了个下属 没什么意思 她说我挺有意思 天天都能蠢出新境界 不过扣也是真的扣 她觉得平时尚可 上班空了和我这样也挺有意思的 她甚至觉得 可能原来她想错了 大家都想错了 他们都觉得她该找个完美男友 一百分那种 什么好的形容词都可以网上按 没想到她真正喜欢的是个 莽撞又扣门的小伙子 还经常色秘秘地盯着她看 时不时开她的油 胆小又猥琐 像偷心的耗子 她说看到我妈给我发信息 让我相亲好好表现的时候 她气笑了 我一直说要查她的手机 但我她的手机早就被她查了个遍 她还把她手机的位置共享了 我在哪里太一目了然 只不过她不会轻易暴露 我的搜索记录还有 金思雀对我很冷淡怎么办 金主相亲需要告诉金思雀吗 如何做一个不会有心理负担的渣男 养情人如何不让人发现 我就是那种被控制的久了 好面孔装久了 非要在私底下作妖的叛逆小孩 只是我的叛逆期很懂事 在高考结束了再来 柳如烟又气又伤心 真恨不得抽我 她看得出来 我很喜欢她 但我什么都不想付出 就想偷偷摸摸享受享受 她问我知道她的身份 真的把我吓到了吧 她也很喜欢我 好像一开始就是觉得我反差很大 很有意思 也很大胆 之后又面具很多 天天在那里试探她的底线 外强中干 她也喜欢他们黏黏糊糊的腻在一起 在闷热的午后 窗帘都拉上 室内是凉爽的空调 两人在昏暗的室内 躺在沙发上 我抱着她一起看电影 我喜欢给她喂水果 香香软软 又乖乖巧巧的 她觉得我这张脸还是很具有欺骗性 总是让她生起柔情万千 怪不得我姐姐总是很疼我 又把我看得很紧 生怕我被人勾走了 谁能想到是我自己直接找她 还大言不惭说要包养她 她感觉她要被那些损友笑一辈子 算了不管怎么样 得到奶狗老公也挺好 虽然没被少气到 但生活确实比原来有意思很多 她看着我迷迷邓邓的样子 线长细密的睫毛微微颤动 轻轻吻了我一下 我立刻又露出另一边脸 说这边也要 完结